只要你一个月内把我儿子劝下山 这一年的商务包就是你的了 以后公司就交给大家了 裴董 那我们怎么办嘛 我必须要搞定这个邵东家 让他回归红尘 没水没电 握紧缩衣布写 年龙增 真是安普贵镇第一人 我出来录音刚好就在你家门口 我们俩是不是有缘分 缘分也分善缘和业缘 你住在这山里多不方便 万一平时生了病 你送去医院 谁那么凉头了 生死有命 不归在天 这次换得到我试试 你带不上来 我可就发朋友圈了 你穿衣服了 别人都说我的腿型挺好的 都是一层皮 一块肉 你有没有什么呀 别人也说我胸肌练得挺好的 朋友呢 是相互帮助的关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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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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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盯着我看 你就不怕我对你 也不顾心 没什么 没有 曹 苏世盈 你考虑一下 有不要接受我 那你 不是发运了 那就牵倒雷皮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